本期话题 月经前几天是安全期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那么我们怎么算安全期呢 这个是我们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安全期的计算只是一个相对的 必须是在月经周期规律的情况下 安全期才有一定的可靠度 通常我们女性朋友 她的月经周期是28天左右的 如果说你不是28天 有的时候是40天 有的时候是25天 这个是没有什么安全期的 不能够通过月经来计算 那么对于月经周期规律的情况下 首先我们要推算排卵 这个排卵通常是发生在下一次月经的第一天 就是你推算的那一天往回推14天 比如你是3月20号来月经 那你下个月呢可能是4月18号来月经 那么你的排卵呢通常发生在4月18号前去14天 就是4月4号这个时候是排卵 那么排卵的后4天 加上排卵的当天 还有排卵的前5天 这10天呢是相对的不安全的 就是容易受孕的 此外呢其他的时间都是安全的 我们刚才算的是4月4号是排卵吧 3月31号 一直到4月8号 这个期间呢是不安全的 其他时间都是安全的 那么民间呢有一种前期后8的说法 就是说我推算下一次月经是4月18号对吧 我前边7天就是4月11号到4月18号这个期间是安全的 那么我后8就是4月18加8 一直到4月26号这个期间是安全的 剩下的时间是不安全的 所以呢这个安全期啊 计算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你的月经周期规律的情况下 你就用这个办法 要是不规律的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可靠的避孕措施 比如口服避孕药或者是避孕套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